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组织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天高海阔讲新闻 想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依然在 现在出现了很多变种病毒 现在据说美国包括我们加州 感染的人数又开始在上升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Delta病毒 Delta病毒这个传染的能力非常强 它是所有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变种病毒当中传染力最强的 那么据说现在有些打了疫苗的人 也会感染这个Delta病毒 只不过呢 如果你打过疫苗的话 据说可能你会是轻症 也可能是带病毒不发病 反正这个Delta病毒现在又开始在困扰我们 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这个变种的问题啊 现在有更多的坏消息 据说英国的研究部门公布说 接下来肯定会出现一种变种病毒 令到目前所有的疫苗对它无效 换句话来说 如果那种变种病毒出现的话 我们无论有没打疫苗 没有什么差别 都会感染病毒 那么那种所谓的任何疫苗 对它没有作用的病毒 致死率多高呢 可能现在科学家还不能够预测 反正现在这个新冠肺炎依然在困扰着我们 我们已经有两年 因为新冠肺炎病毒 因为这个疫情搞到我们的生活 非常的不正常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来往 包括我们到全世界旅行 包括我们探亲 访友 公干通通都受到了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最关键的话题 就是这个病毒源头到底是哪里来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病毒源头哪里来的 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或者涉及到两个国家的利益问题 其实找到这个病毒的来源 很可能会更加容易找到克服这种病毒的方法 所以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到底源头在哪里 最近又出现了非常多的争论 特别是美中两国又把它演变成一个外交角力的新战场 所以最近美中两国有关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都有不同的官方的说法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中双方各有什么说法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有关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调查小组 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报告 我想大家这两天在媒体上有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在这里修杰首先特别要说的是 这个所谓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病毒源头调查小组 并不代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其实它是外交委员会里面的共和党人 所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 那么他们之前已经出了一个报告 现在又出了一个补充报告 这个补充报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条 就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病毒是来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那么可能大家会问 这个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跟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调查小组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区别在于这个调查的立场 其实民主党跟共和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并不是说民主党就亲中一点 共和党就反中一点 并不是这样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在调查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上 是各有打算的 这个各有打算是什么呢 如果哪个政党或者哪个政治人物 能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找到一个证据 证明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源头来自哪里的话 那么这对他的这个政治前途 或者对这个党未来在选民当中的影响力跟威望 是有重大影响的 所以共和党人想利用自己的这个资源 来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进行调查 民主党人呢 现在掌握着行政资源 掌握着白宫 美国最高的这个行政权力 也想用自己的这个资源 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进行调查 比如说拜登就发布过一个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的情报机关在90天之内 要做出一个报告 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到底在哪里 这就是民主党掌握的行政权力 那么共和党作为在野党没有这个权力 所以只好在外交委员会的小组当中 自己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 民主党跟共和党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都是同样的积极 因为现在新冠肺炎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大家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可以说是十分的痛恨 那么如果能够为这个痛恨找到一个源头的话 那么肯定你在选民当中的影响力将会大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针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调查上 两党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但是调查的方式跟调查的渠道就不一样 因为这是在野党跟这个执政党之间的区别 而美国白宫除了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 90天之内要拿出一个调查报告之外 美国也积极联络这个盟国 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 我们知道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之下 已经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进行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调查 调查报告对中国很有利 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说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极不可能来自于病毒实验室 换句话来说就不可能来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 对这个报告并不买账 那么在美国的一番运作之下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总干事谭德赛 改变了他的态度 谭德赛变脸 当然要看哪边给他的利益大 他的立场就站在哪里 现在很明显美国给谭德赛的利益 可能比中国过去给谭德赛利益要大 所以谭德赛立马就变了脸 谭德赛第一 一他说我们现在不能排除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是来自于实验室 第二他对这个第一阶段的调查 中国对这个调查小组没有进行配合 表达了不满 说中国没有提供完整跟透明的数据 谭德赛这番话 无疑是告诉全世界 在第一阶段调查当中 四位的调查小组没有得到中国的配合 也没有拿到具体透明的数据 那么所以呢 第一阶段调查报告的结果 换句话来说 就是废话一句 所以四位组织要对中国的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 这个第二阶段的调查 很可能调查结果就对中国不利了 因为谭德赛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 所以中国就拒绝了四位组织所谓第二阶段的调查 中国拒绝之后 包括美国 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都对中国这个做法提出了谴责 所以有关这个新冠肺炎第二阶段的调查 到底能不能调查 什么时候成形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明确了 拒绝了所谓的第二阶段的调查 那么既然如果没有第二阶段的调查的话 当然就不会有一个新的结果 推翻之前那个调查结果 那么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美国方面的说法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中国官方的说法 我们来分析一下 看看美中两国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哪种说法可以令你信服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调查报告的内容 基本上有两点 内容很多 基本上核心是两点 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那么这个病毒呢 可能早在2019年的9月份之前就存在了 那么第二点呢 病毒有可能进行过基因改造 这是共和党 这是调查小组这个补充报告当中 两个重要的这个突出的重点 那么这两个重点从何说起呢 我们先说两种源头说 之前世卫组织说过 他们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 认为极不可能来自于病毒实验室 而中国官方一直的说法 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啊 它其实就是一种冠状病毒 而这种冠状病毒呢 过去曾经出现过 从一种动物身上转移到另外一种动物 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宿主 那么这种病毒通过中间宿主 就通过另外一种这个动物呢 在它身上发生了基因改变 而这个基因改变呢 导致了这种病毒可以传给人 当初SARS或者是中东的 呼吸中和症的冠状病毒 就是有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如果有这个演变过程的话 那么是最有说服力 证明这个现在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源头 并不在武汉的P4实验室 是因为某种动物之间传播 导致了它基因改变 所以能够传给人 这里首先我们要讲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在自然界的动物身上 有很多不同的病毒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病菌 但是呢 这些病毒当人类接触之后 它并不能感染人类 因为它的基因的因素决定了 它只能在某一种动物身上出现 让某种动物感染 它并不能传给人 但是当这种病毒 从一个动物传染给另外一个动物 或者传染给更多动物的时候 这个传染的过程 在不同的动物身上 不同种类的动物身上 就可能造成这个基因的改变 慢慢这个基因改变 因为基因巧合 就变成了能够传给人 所以这是过去对SARS 对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 为什么能够传给人的一个认知 而这次这个新冠肺炎 同样它是冠状病毒 那么而这种冠状病毒 同样在这个蝙蝠身上发现过 因为根据过去武汉病毒实验室 所做的报告 说他们在云南的一个山洞里面 找到了某一种蝙蝠 而这种蝙蝠身上的这个冠状病毒 跟今天我们所认知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 有98%以上的相似 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种新冠肺炎的病毒源头 是在蝙蝠身上 那么它是如何变成 能够传染给人的新冠肺炎病毒呢 关于这一点的研究结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调查报告 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上节我们讲了 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么再有这个病毒是经过基因修改的 为什么这个调查报告会有这两个结论呢 因为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是如何传给人的 有一个争论 就是他原来生活在这种病毒 生活在蝙蝠身上 那么他如果就要传给人的话 他必须经过某种动物作为中介 那么通过在这个中介身上发生这个基因突变 所以才会有机会传给人 但是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 在中国的调查 也没有发现这个病毒 为什么会从蝙蝠身上 经过某种这个动物的宿主 然后传给人 找不到这个中间的宿主 那么所以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这个共和党调查小组报告说 现在既然找不到这个中间动物作为宿主 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能够有一个基因突变 从而可以传染给人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是经过实验室里面人工制造出来的 在这个报告当中 还列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在2019年的9月12号 武汉病毒实验室在深夜 突然将全部的这个病毒数据 跟这个样本数据 从它的数据库里面下线了 那么按照这个 美国国会共和党调查小组 这个报告的这个描述 说正是因为当时发现了 实验室泄漏了这种新冠肺炎的病毒 所以呢 武汉病毒实验室才会急急忙忙的 把所有的这个数据下线了 那么在关于这一点 武汉病毒实验室怎么解释呢 其实武汉病毒实验室 对这一点有解释 他说是因为他的邮箱 受到了恶意的骇客攻击 那么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安全 所以把它全部给下线了 而现在这些数据 依然保存在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么共和党外交委员会 调查小组的负责人麦考 就说要求中国现在把这些数据交出来 因为这些数据很可能会证明 武汉病毒实验室 到底有没有对这种基因进行过修改 那么再有根据共和党调查小组的报告说 2019年的9月跟10月 从卫星图像上显示 武汉病毒实验室附近的医院 有大量的人就诊 并且附近出现了很多 跟新冠肺炎病症类似的一种症状的病人 那么这就说明 应该在2019年的9月之前 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就发生了病毒泄露 所以才导致了周边的人这么多人感染了类似的症状的疾病 然后有很多人在附近的医院看病 我们先说所谓的卫星图像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数据 我们知道今天的卫星技术已经十分发达 就某一个地区人群的活动 其实卫星每一天都有详细的记载 如果说根据卫星的记载 美国发现了当时在武汉病毒实验室周边的医院 突然就诊的人数增加了 这是不是说明武汉病毒实验室就肯定泄露病毒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9月到10月 正好是这个秋季 秋季一般是感冒的多发季节 或者是其他疾病 包括这个利剂 或者是肠道感染 这种病多发季节 所以光从这个卫星图像上看 有很多人在这个附近医院就诊就说明 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泄露了 好像这很难有说服力 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人的这个行动的数据 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大型的高科技网络公司 为什么这么值钱 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的数据 比如说如果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真是在某一个时间泄露了病毒 导致这个病毒实验室里面有人感染的话 那么这些人 他每天的这个行为轨迹 都会因为他使用手机有所记录的 比如说他有没有上班 有没有到医院去就诊 有没有住院 住院之后有没有康复 还是就病逝在医院了 其实这都可以通过手机数据做一个分析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共和党 这个调查小组的这个负责人麦考尔所说的 他似乎是根据这个卫星图像 说在当地有很多人在附近的医院就诊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证明大概在2019年9月份之前 武汉病毒实验室就曾经发生过病毒泄漏 那么大家觉得有没有说服力呢 可能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判断 那么关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泄漏病毒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对这个在山洞里面发现的冠状病毒 进行基因的改造 因为我们刚讲了 现在据说科学家经过比对 当年在云南山洞里面 发现在蝙蝠身上所携带的这个冠状病毒 我跟今天的新冠肺炎这个病毒有98%以上的相像 那么换句话来说 有一种推论就是当初在这个山洞里面 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经过人工的改造 变成了现在的病毒 那么人工改造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令到人类更加容易感染到 这种新冠肺炎病毒 从而得到了这个致死的疾病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国会共和党的 这个调查小组的负责麦克尔说 他说美国的科学家巴里克说过 其实很早以前世界一些先进发达国家的科学家 就已经找到了修改基因后而不留痕迹的办法 而在2017年 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这个专家也得到了这种功能 换句话来说 2017年的时候 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专家 如果要对某一个病毒进行修改的话 是可以不留痕迹的 那么巴里克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现在其实世界上是具有这种技术 就是修改基因之后不留痕迹的 所以麦克尔在这个报告里面说 这清楚的表明 现在科学界有些人声称说 新冠肺炎病毒不可能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制造 它的这个证据就是 如果你对病毒进行了修改 是会留下痕迹的 那么麦克尔说 这种说法明显是不尊重科学 是有人为了掩盖真相 故意说如果修改病毒的基因 一定会留下痕迹 但是事实上 现在已经普遍的这个认知 科学家是可以让这个修改基因不留下痕迹的 那么关于这一点 其实对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 在中国有关病毒源头调查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说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极不可能是在实验室泄露的呢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 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 有修改基因的痕迹 那么因为这个前提是 如果你修改就有痕迹 所以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经过人工修改 然后泄露出来了 但是现在这个巴拉克这个美国专家说 他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 武汉的病毒实验室的技术人员 就已经掌握了修改基因 而不留下痕迹这种技术 好了问题来了 那么问题是 无论是麦考尔还是巴拉克 他们这个说法能够得到有效的证实吗 有证据证明2017年武汉的病毒专家们 就能够修改基因而不留下痕迹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个人认为麦考尔在报告里面 并没有提出确凿证据 如果有这种证据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但是问题是这种证据 麦考尔能不能拿出来工之于是 让全世界的专家都认可 2017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家 就已经掌握这种技术呢 这是我们在报告里面还没有看到的 麦考尔还建议 美国国会要传造一个关键的证人 这个关键的证人呢 他很可能掌握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进行基因改造 从而令到这个病毒可能在无意当中泄露出来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在新闻节目里面 曾经讲过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总裁达扎克 今天如果你上网去查这个生态健康联盟 很奇怪 很少看到他的资料 而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盈利组织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我查了一些英文的资料 基本上对他的描述比较简单 这个所谓的生态健康联盟 首先他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他也是一个非官方组织 那么他应该是有一群这个病毒专家 或者跟这个科学范畴相关的人组成的 他的总裁叫达扎克 达扎克为什么特殊呢 他不但是这个所谓生态健康联盟的这个专家 达扎克首先呢 他通过这个生态健康联盟 从美国联邦政府手上 具体说是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员手上 拿到了大量资金 用于这个各方面的研究 而这些资金呢 有相当一部分被用到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这笔钱就是通过达扎克的手 转给武汉病毒实验室的 有一种说法是大概60万美元 有一种说法是80万美元 反正呢 就是美国联邦的资金通过达扎克的手 曾经用于支柱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么达扎克拿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金 去支柱武汉病毒实验室 本身有没有问题呢 本身问题不大 因为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 有某一个国家的实验室 在某一个方面比较专业性比较强 那么其他国家用于资金去支柱它 让它得出这个研究结果之后 然后向全世界分享 这本身对人类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这个达扎克拿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钱 交给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 做研究这里边呢 有一个非常大争议的话题 就是这笔钱用于哪方面的研究 之前我们看过美国国会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 跟这个美国卫生专家 现在白宫的抗议问福奇 在这个参议院里边呢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原因就是 美国政府这笔钱是通过国家卫生研究院 就是通过福奇教授的手 给了达扎克 达扎克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拿这笔钱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功能争议的研究 这是一个双方争吵的焦点 那么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了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边讲到了有一个重要的证人 要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这就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总裁达扎克 达扎克这个人本身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呢 有些资料说他是英国人 有些资料说他是美国人 或许达扎克先生有双重国籍 那么达扎克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在哪里呢 并不是他有双重国籍 而是他是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他的手 把一大笔资金转移给这个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 作为病毒研究 但是呢这个病毒研究有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 就是有关功能争议 什么叫功能争议呢 就是当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 研究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时候 可以从某个角度 比如说这个病毒的基因排序啊 以后我们怎么样防止这种病毒变异啊 怎么样防止这种病毒慢慢变成能够传染给人啊 我们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知 可以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啊 可以是这种方便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功能争议 什么叫功能争议呢 就是让这个病毒更加强大 怎么样让这个病毒更加强大呢 就是让它可以传染给人 这就是所谓的功能争议 把它翻译过来说 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能够变成传染给人 有没有对它进行基因改造 让它更加容易传染给人 或者像今天我们所看到一样 它更加容易变种 让人类防不胜防 这就是美国给钱 武汉病毒实验室到底用于什么研究 美国国会参议员保罗说 武汉病毒实验室肯定拿了美国的钱 进行了这个功能争议的研究 福奇说没有 为了这个问题啊 福奇跟保罗参议员两个人在国会参议员里面拍了桌子 福奇教授在公众面前第一次这么激动 福奇教授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如果是福奇教授的手拿联邦的钱 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当然是通过这个中间人达扎克 但是这笔钱用于对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病毒的 这个功能争议研究的话 换句话来说 福奇教授间接令到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变得能够传给人 影响到全世界产生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福奇教授恐怕就不是牢狱之灾这么简单了 所以福奇教授一定要否认 美国联邦的资金通过他的手 在转给达扎克 达扎克转给武汉病毒实验室之后 有拿来做这个功能争议的研究 那么福奇教授知不知道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没有拿美国的钱去做功能争议研究 福奇教授当然不知道 他只是把钱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这笔钱怎么用的 武汉病毒实验室是不会向福奇教授报告的 即使报告了 所列的研究项目跟现实是不是相符 福奇教授也无从查知 但是有一个人很可能知道 这就是达扎克 达扎克不但是美国健康联盟的负责人 关键是达扎克跟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很多合作 武汉病毒实验室有一位被称之为 蝙蝠女郎的研究人员叫石正丽 石正丽跟达扎克两个人的合作非常密切 所以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的 这个相关的报告就指出说 一定要让这个达扎克到美国国会作证 因为他跟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合作这么密切 所以他有可能知道 武汉病毒实验室有没有把美国的资金 用于这个功能争议 或者说有没有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进行功能争议的研究 达扎克除了是这个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 除了他有把美国联邦的钱 给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之外 在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中国做的这个第一阶段病毒源头的调查 达扎克是当中重要成员 并且达扎克还鼓动了26位相关的病毒专家 在英国的赤洛珍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说这个病毒极不可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泄露出来的 当时达扎克纠集这些专家发表这个论文的时候 他并没有告诉赤洛珍 他本身是这些专家背后的策划人 后来赤洛珍发现之后 就把达扎克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相关的研究小组当中给剔除了 所以达扎克是个关键的人物 他在为武汉病毒实验室洗脱这个有关泄露病毒的嫌疑方面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这也很好理解 如果一旦证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了新冠病毒 从而导致全世界产生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话 那么达扎克本人肯定脱不了关系 因为他跟石正丽跟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关系太过密切了 达扎克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调查时候 十分活跃 到处组织专家到处发表论文 但是呢很快他被发现了他背后的这个角色之后 达扎克就开始低调了 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共和党调查小组 相关调查问题 凡是问达扎克的达扎克一律不予回复 所以这个调查小组的负责人麦考尔就说 美国国会应该传照达扎克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那么换句话来说 麦考尔的调查报告里边 把达扎克列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证人 达扎克先生会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去作证吗 那么这要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或者是整个众议院跨党派的意见了 如果是民主党人反对的话 那么共和党以目前的这个行政资源 他们也没有办法传照达扎克到国会作证 但是无论如何 达扎克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证人 那么达扎克先生已经很低调 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了 那么我希望达扎克先生不会在某一天 突然因为心脏病发作而不明不白的死亡 那么可能很多真相 就随着达扎克先生的死亡 永远不为人所知了 所以达扎克先生一定要保重他的健康 只不过达扎克先生现在非常低调 所以我们对他的现状不太了解 但是呢 麦考尔的调查报告 已经把达扎克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 跟他重要的作用已经公之于众了 那么以上大概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 共和党人调查小组所做的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里面的结论 说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 并且这个病毒啊 经过基因改造 那么你相不相信这个报告呢 我想每个人啊 都有自己不同的判断 我们看完美国国会这个报告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官方的说法 其实中国官方啊 无论是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还是官方媒体最近呢 都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源自美国 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 首先中国官方的说法 是驳斥了美国国会众议院 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说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是从哪里来的 并且经过这个基因改造 那么反过来呢 中国官方指责 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 才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中国把注意力放在美国军方的 德特里克堡这个生物实验室啊 已经是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德特里克堡啊 在2019年的7月份 曾经突然关闭过 本身作为一个病毒实验室 突然关闭这种情况啊 也不是只有在美国的德特里克堡 才发生 但是中国官方为什么认为 这个美军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才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 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的报告 指责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 泄露了这个病毒 并且对这个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 那么中国官方呢繁殖美国的军方 德特里克堡的这个生物实验室 才是病毒的源头 那么中国官方认为 这才是病毒源头 有什么依据呢 中国官方依据是这样的 2019年的7月份 这个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 突然关闭了 关闭的原因十分奇怪 其实为什么奇怪 中国官方并没有说 那么但是呢 中国官方说 在他关闭之后 威斯康星州突然爆发了 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炎 确实在那段时间呢 美国突然出现了很多人肺炎 不过呢 这些肺炎的患者 都跟吸食电子烟有关 反正我身边在那段时间 有很多朋友抽电子烟 这从新闻出来之后啊 很多朋友就把电子烟给扔掉了 那么这跟新冠肺炎病毒 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说明 只是说这个很可疑 那么在我呢 2019年的7月份 美国爆发了 这个秋冬季节的大流感 所以这跟这个 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 关闭有密切联系 这一点我个人是不同意的 因为每年的秋冬季节 美国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流感 我们到那个时候 很多老人家或者是 长期病患者啊 都要去打这个流感的这个疫苗 这本身是每年都发生的事情 不能说因为那年出现了秋冬大流感 就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这个泄露了 那么还有呢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 就是德特里克堡 有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然后呢泄露之后 通过美国的军人 带到了武汉的这个 世界军人运动会 那么再由这个运动会 散播到全世界 而中国的官方电视台 CGTV民调呢 说全世界大概有 百分之八十几的这个民众 认为应该调查美国的 这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中国官方这个说法 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不妨来思考几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德特里克堡 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的话 那么德特里克堡 有进行相关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吗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所谓新冠肺炎 这冠状病毒啊 它本来是来自于蝙蝠的身上 中国的云南某个山洞 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这个冠状病毒 这跟今天流行的病毒 是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相像的 如果德特里克堡 要进行相关的新冠肺炎病毒研究的话 首先德特里克堡 要有这种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 在这一点啊 无论是中国官方媒体 还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德特里克堡有进行冠状病毒研究 所以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呢 泄漏跟这个故意放毒 是两个概念 所谓的泄漏就是因为管理不善 因为设备的不安全 导致了病毒的泄漏 从而导致了全世界的感染 现在美国指控这个中国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就是无意中泄漏了 但是中国官方指控 美国的德特里克堡这个生物实验室呢 是故意放毒 如果故意放毒的话 放毒的人一定对自己有所防范 那么如果有防范的话 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了 武汉的这个军人运动会 然后再由军人运动会带到全世界 从而导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会这么笨吗 如果美国故意放毒的话 难道没有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定的防疫措施吗 所以这一点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那么第三个 这个所谓的德特里克堡在哪里呢 其实它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州 马里兰州从州的范畴来说 什么时候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的患者呢 是在2020年的3月16号才发现的第一例 那么如果说2019年的9月10月在武汉 已经有新冠肺炎病毒 或者最晚按中国官方说法 12月就已经有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了 那么美国的这个病毒的源头德特里克堡 这个源头所在地马里兰州 为什么到3月份才会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的患者呢 中国指控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在2019年12月的时候 美国这个现学者的一些资料当中啊 就有大概106个人 对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抗体 经过检测发现了这个呈阳性 所以呢中国官方认为 如果美国在2019年的12月 就已经有新冠肺炎的患者的话 那么说明病毒源头在美国 呃这个说法我个人也是有疑问的 因为新冠肺炎其实确实 12月份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了 只不过当时因为案例比较少 所以大家对这个新冠肺炎会形成这个大规模的疫情啊 并没有警惕性 所以如果说2019年 美国有人感染新冠肺炎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12月武汉封城之前 已经有大量的这个中国人从武汉 散播到全世界各地 那么如果有人来到美国 这些人身上带有新冠肺炎的病毒 那么一点就不奇怪了 所以这也不能证明美国是新冠肺炎病源的源头 那么所以讲了半天 可能有听众问 你到底相信中国是病毒源头 还是相信美国是病毒源头 我觉得目前我们没有可能有任何证据 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比如说拜登曾经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 在90天之内 要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起源进行调查 90天之后一定要交出一个报告 90天的期限到了吗 快到了 90天最后的期限是在这个月的24号 也就是说8月24号 美国的情报部门应该向拜登 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个调查报告 那么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有一个结论 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那么我们在8月24号以后会看到这个报告吗 我个人认为 这个报告基本上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报告出来了 但是没有清晰的结论 只是有一些可能性的描述 那么可能大家认为如果拜登得到这样一份报告 对拜登对美国政府有用吗 有用 其实我们要说 美国政府要不要追究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要 但是追究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美国政府真是想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中国是病毒的制造者或者散播者吗 我觉得美国政府未必想得到这个结论 因为如果得到这个结论的话 等于要逼美国政府跟中国宣战 如果中国是病毒源头并且中国人工的对这个病毒进行了改造 所以导致疫情的话 美国一定要向中国追究这个病毒散播的责任 要追究这个所谓的经济损失的赔偿 这样的话 两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将会升级 升级到一个直接对抗 甚至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希望跟中国直接对抗吗 当然不希望 所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报告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最大的价值就是手上多一张牌 跟中国在外交斗争上讨价还价 如果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向美国让步 比如说在美国所说的 按照美国的公平条件 按照美国的规则跟美国竞争 如果这方面中国能让步的话 在所谓的红线问题上 中国能让步的话 那么美国对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调查报告的这个结论 最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报告的结论很清晰 但是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暂时不公布这个报告 就是把手上一张底牌给盖起来 这个把底牌盖起来呀 同样也是为了在外交上 跟中国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而迫使中国在某一方面向美国让步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调查报告会直接清晰的回答 中国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吗 我觉得不会 如果你回答是的话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必然要发生一个天崩地裂的变化 如果你说不是的话 等于美国手上少了一张跟中国讨价还价的这个牌 所以我觉得拜登政府这个调查报告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结论不清晰 另外一种结论清晰 但是拜登政府选择盖牌 用这种方式在中国身上敲诈出更多的利益 那么结论就是 我们很可能永远不知道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哪怕是中国或者美国有一方拿出调查报告 但是这些调查报告的证据 能够说服所有的人相信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吗 我觉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不同政治立场的人 可能对这个报告的解读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永远没有一个公论 就是这个病毒源头在哪里发源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